新年一时 柳平香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和平香 西山村 江山村 三连村 小农村 祝全国的朋友们新春快乐 幸福安康 日子花坛锦簇 环花四景 我们新民圈草弥 又迎来的风筝 至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金子铺村 甘肃花桥葱 云南隋江罗汉平 蝴蝶苗寨 黑龙江海伦市百青村 恭祝全国人民 不年人亡喜事 世事圣意 祝愿祖国繁荣康盛 新年快乐万世圣意 幸福安康 国家团圆 幸福美兰 铁锅已经准备好 就等着各位来场 我们这地道的铁锅盾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丽乡村春游记 我是陆瑶 大家好 我是王阳 在各地的美丽乡村 送出祝福声当中 我们开始了今天的春游之旅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 各地的美丽乡村的美食 陆瑶 让你选的话 你觉得哪些美食属于那种老少节仪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的 哎呦 要是让我选的话 我觉得三样 火锅 小龙虾 烤串 你看这三种只要是家人朋友一聚会 那既有氛围感又美味可口 它们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口味 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 让我选也是这三种 如果在大拍档里吃啊 那就要一个香 主要是热闹啊 是的 特别适合一大家子人聚在一块来上一顿 没错 那这三种你是最喜欢那种呢 那必须是小龙虾呀 我也是 因为你得不停地去剥壳 这个过程特别过瘾 非常满足味蕾 没错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今天就从龙虾之都 续语开始咱们的美食之旅吧 出发 晚上八点 这座小城才逐渐被美味唤醒 看看这热闹 多结底气啊 不行 我得点个小龙虾外卖 一会下个节目考虑一下自己 这个被称作龙虾之都的地方 每到夜幕降临 空气中烟晕的小龙虾香味 就好像在提醒往来的人们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哎呦 你看这汤汁了吗 隔着屏幕都闻着香味了 做一名资深吃货 有美味的地方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基本上龙虾是必点的吧 我最喜欢是蒜泥的 还有清水的 开门点也没有 吃什么 一个是死三香的 一个是蒜泥的 是蒜泥香口味的 死三香的 反应了 我们打水 开龙虾啊 听说在虚仪 光是龙虾节当晚吃掉的 小龙虾就有七十万吨 七十万吨啊 差不多 人虚仪龙虾节 一共十二天 这可是虚仪的龙头产业 年交易额六十多个亿呢 龙虾来了 天哪 那么大个 特别Q弹 而且这个汤汁 完美地跟这个肉 融合到了一起 店老板告诉我 虚仪小龙虾好吃的背后 其实是有缘故的 因为当地小龙虾 可是龙虾界的白富美 至于小龙虾 为什么会被称作白富美 还得从产地说起 大哥您好 您知道哪有小龙虾吗 我正在喂小龙虾 得知我是来寻找白富美小龙虾的 唐主大哥建议我当一天 唐主小助理 自己试着找找答案 这个是喂龙虾的饲料吗 是的 这爱琳跟着龙虾养殖户 于三哥当了一天的助理 体验了喂虾 下虾龙 收虾 卖虾 这之后 还要跟着于二哥家 赴一场小龙虾的家宴 这一大筐虾 爱琳要在于二哥家 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您好 听于三哥说 于家二哥是村里的帮伴 谁家有喜事 甚至白宴席都会请他主厨 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 你看他都拎着我的刷子不动了 我们的时候小时候 我们这边是没有人养这个 全部是野生 当时意思的 比他们要大一点的 我记得有一次 下到田里面去抓的时候 带了另一个袋子 整个装帽了 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个裤子 脱下了下面那个 裤子怎么装 下面是两条铁嘛 把它扎起来 扎起过以后呢 它虾子整个裤子在岸面 然后把它装起来 来 碰一下 它夹着我了 放下 给你放下 好棒吧 时光流转 当年用裤管装小龙虾的孩子 如今也已经儿孙满堂 虾堂里有虾 门口菜园里有菜 儿孙时常围绕在身边 这不正是无数人向往的幸福生活吗 哎呀 确实幸福 父母在顾远游啊 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就是简单的幸福 很温暖 很踏实 天哪 你们都用盆装的呀 我们只管吃全都 这也太大份了 阿妹 吃饭了 来 这边坐 您慢点 这四盆虾全任您做的 天哪 太丰盛了 而且全都用大盆装 这边是盐水的 这边是麻辣的 麻辣的经常会听说盐水虾 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这个都是原来 老母亲弄了这个口味 这还没 对着口味还一直等 情有多钟的 那是妈妈的味道 对 妈妈的 那我今天就托奶奶 还有二位的红福 在这真正的实现龙虾自由了 来 来 倒吃 嗯 真棒 小时候也是这样吃的 小时候也是 这是我的母亲 经常做过来吃的 清水 干了一个盐 让你撒去吃 嗯 第一次吃这个盐水虾 是老母亲给您做的 对 妈妈 来 这黄 原来妈妈给您做现在 现在我给妈妈 练就了一身好厨艺 妈妈的味道 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忘的 对啊 一定是印在脑海里的 哇 85 那看着您这个精气质 还特别好 虽然小龙虾的烧制口味 不断出心 但是一家四代聚在一起的时候 鱼二哥还是会来一份盐水虾 这道特别的菜 不光是童年时妈妈的味道 也是他们这一代虾农成长的见证 这鱼二哥家的小龙虾家宴啊 虽然是围坐在自家小院 但陪在85岁的老母亲身边 这四世同堂欢声笑语的浓浓亲情 却远远超越了豪华酒店的温暖 是啊 那这养小龙虾不但成了一大家子人的经济来源 更是四代人亲情延续的纽带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道美食 也是跟富起来日子好起来的 广西北海河浦县沙田镇 对达村的渔民们有特殊的感情的 咱们下面就跟着留信去体验挖沙虫 吃沙虫 吃虫子 是啊 那这真是对我们女孩来讲是一个挑战呢 走 这挖沙虫的人还挺多的 据说这个沙虫能卖不少钱呢 这里就是断装沙的沙虫 大家怎么确定在哪就能挖到沙虫 有东西的这些是沙虫的孔 这个地方好像是在冒着小水泡 就是 脚下 他们挖一下 挖一下 这地方 脚快 好 要铲下去那么多 有吗 有 有 我这就是沙虫 来我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 我有点害怕 第一次拿确实有点害怕 还像不像一个大个的胖蚯蚓 这就是沙虫啊 富大姐的笑声也太有开展力了 是啊 好开朗的大姐 你笑我干什么 你有那么可怕的吗 没有那么可怕 我再睡一会就好了 富大姐现在开始手把手教学 给我布置任务了 开始 把我手袖拉上来下 对 挖快一点 挖快一点 这个师傅要求很严呢 岩师出高途 找到了 这里 扣 在哪里 我找到了 不用搅那么紧 松松 松一点 它其实劲儿挺大的 一直往泥里在端 抓死了 抓死了 捏死了 劲儿大了 对不起 这真是个技术活 那这只还能要吗 要 还能要 还能要 要我玩家吗 家伙 继继继继 时间过得很快 海水已经慢慢地涨起来 回程的淡家妇女 提着篮子见步如飞 开船大哥全速前进 船上的大姐 沿震一带 船一停 大家飞奔了出去 我也赶紧跟上 他们要干什么呢 好多人 这是你在卖沙虫吗 是啊 我们找一个问问价钱 今天沙虫什么价钱 他说六几块钱一斤 六十一斤 这个果然能卖个好价钱呢 这一大早的辛苦值了 一个早上的时间 是啊 今天晚上还来 今天晚上还来 这个真的是太热闹了 一派繁忙的收沙虫的领像 我们再往那边看看 都快站不下脚了 来 富大姐 我们这些不卖掉吗 不卖 拿回家去 今天 可是今天价钱应该还可以吧 可以 我们不吸钱 我不卖 那我们就拎着沙虫回家去 那我就拿回家 我们不卖了 富大姐自己挖沙虫 老公出海打鱼 生活富裕 挖出的沙虫 并不着急卖出换钱 对达村的淡家渔民 早在几十年前上岸盖房 已经习惯了岸上的生活 从最早的茅草房 到如今的小洋楼 见证着对达村的制服过程 也体现了当地淡家渔民的努力 与勤奋 这是草沙虫 这个是蒸沙虫 生荣的吧 生荣的 这个是沙虫煮冬瓜汤 这个是沙虫煮椒 沙虫煮生 真的是生吃 那我还是从熟的先吃起吧 你先抢一下 哇 这么脆啊 嘎吱嘎吱的 这一定好吃 但是呢又一点都不油 越嚼越香 我没想到沙虫这么好吃呢 那我还是挑战一个自身吧 要蘸下这个酱料是吧 要蘸下酱料 其实我有一点不敢瞎口 生的沙虫啊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口气的丢下来的不敢吃啊 好 那我试一下 富足勇气 富大姐啊 是个好推销员 是啊 这吃生的真的要点勇气 是吧 好吃吧 嗯 嗯 这个生的沙虫啊 没想到它是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是特别特别脆 它这个水分非常的足 比蒸出来的还要再脆一些 它是格外的甜啊 就是它最甜的状态 没想到是生着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沙虫啊 它真的是其貌不扬 但是你可能吃上一会吧 你会觉得 哦 还真的挺不错的 还想继续再吃 嗯 刚开始看这个挖沙虫的时候 这种软体动物对于女孩来说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害怕的 是啊 但是我看到流星 从不敢碰到最后生吃 原来这沙虫还真是个饱 又好吃还能赚钱 这流星还真是够勇敢的 是啊 所以咱们中国的劳动人民 是最会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的制作美食的 而且还能最大程度的 挖掘它的经济价值 没错 那探寻完气候温暖的 广西瑜伽美食 咱再到山东戎城看看 和流星一起 跟那里的瑜伽小馆的老板 一起学学怎么样做大鱼干 学做美食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吃了再学着做 是的 这大冷天的 看到这种热气腾腾的食物 谁不流口水 可不是吗 这去外地 就得去这种做家常菜的小店 一定能吃到当地的特色美味 是的 这也太丰盛了 对 挺好吃 我最想尝的就是这个大鱼干 好 你尝尝 你尝尝 好浓郁的这种鲨鱼的鲜香 而且它这个肉呢 是外层是比较紧实有嚼透的 对 然后中心呢又挺嫩 焦焦脆脆的 太好吃了 要不要体验一下怎么做 太好了 那等会儿我们吃完了之后 我教你怎么做这个鲨鱼 特别简单 好 那我们先吃 先吃 我们现在就跟着小鱼老师一起来学一下大鱼干的制作 你看我已经换好手套 那小鱼老师咱们第一步怎么开始 好 开始 好嘞 这个首先啊 因为咱们做的是个 应该准确来讲 应该是做风干鲜化鱼 像我们这个鱼 这个鱼尾巴就是正亮正亮的 没有任何辨白 那我就给你简单的示范一下 好 先把第一刀先慢慢扎进去 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这个鱼的主骨在哪 你应该感觉的是这个刀面 是贴到它这个骨头上的 然后一刀这样下来 你如果是这个这个这个 里边就像那个一层一层的就不太好看 这样里边是实际上是很平衡 这小鱼老师真是个讲究人啊 还教得多认真啊 只是把鱼干 还是按艺术品的要求来做的 这样的话 你就是看起来视觉上更漂亮 然后觉得吃起来才会更好吃一些 这个真的是对刀工要求很高 这个我爸他说 我割了一辈子鱼 然后就是说竟然还让你超过了 你这刀工练了多少年 我这个差不多也就三四年了 但是我以前是在新加坡 因为毕竟是做军工的 原来如此啊 好习惯地养成 能在特别多方面受益呢 融会贯通加入到 现在霸鱼干的制作里面 对对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像小鱼老师一样的 大学生返乡 用自己的知识 为乡村增添新亮点 如此阳性循环 现在就是从这个鱼背最中间 对 这个地方 对 然后往下滑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刀尖已经下去了 好像已经到鱼骨头下面去了 来我试一下 要在鱼骨的上方 对 我觉得刚才小鱼老师是 就轻轻一下就滑下去了 来看一下 还不错 还不错 是吗 这刀再补一刀 给它补开 我这个就表面特别不平整 其实还好 因为这个鱼经过后期的这个海水 冲洗的这个过程 就是不至于太难看 不至于太难看 还是谢谢小鱼老师的安慰 来 来 我能帮得上忙吗 不用不用 走 您先走 好 然后这个清洗一下 晒成干 现在挂这几排是已经晾好的吗 对 是已经晾好的 看这一面它是透着这种金黄色 对 就是在阳光底下 你看我手在这晃 都有影 很透 而且现在 闻起来基本上就没有一点腥味了 有着这种就是鲜甜的感觉 对 对 然后我们挂到这个绳上 好 好 很漂亮 这是一道风景 我觉得 是 其实你与其说是它一种 一种渔村的美食 我挂完了之后 它更像一种风景 它又代表着咱们渔村的一种传统文化 这个是老一辈渔民吃鱼的一种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冰箱冷柜 去保存它 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也是一个好的招牌 这个游客来到我们村 一想到吃的 他回家也会想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小渔村 鲁海洋 那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道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在家做起来的美味 路遥 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 我觉得刘信 应该已经算是咱们记者中的美食家了 怎么这么说 你看 刚才他是体验挖沙虫 吃沙虫 现在又做霸鱼干 那接下来这道美味做起来可比较费事 他也是亲自去参与烹饪制作的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叫他美食达人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跟着这位美食达人去南京江宁区汤山街道的龙上村去探寻一下这道应景的美食吧 出发 欧阳大哥听说我要寻找美食主动推荐他家的一道招牌菜 当我询问是什么菜的时候 他却神秘地说要带我先去一个地方 欧阳大哥我看那边半山腰上就有羊啊 对我们都是散放的 一会儿叫我们工作人员去逮一字 看来这是道硬菜得先劳动 挖完沙虫再抓羊解锁各种新技能 这道菜要想做的好吃 食材必须要足够新鲜 大哥现在的状态 它们跑得还是挺快的 这些小伙的功夫就跑到树林里头了 看着山坡上奔跑的羊想抓住实在太难了 最后只好把它们赶到了圈里 才总算抓住一只 欧阳大哥说还得继续寻找另外一种食材 那我等着看看 你是要再到水里什么宝贝 这是要做好几道菜吗 怎么又抓起鱼来了 这答案马上就揭晓了 有鱼 个头都不小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些鱼了是不是 对用上这双鱼 可是这羊加鱼这是要做什么菜呢 你猜一猜啊把它联合起来 这个真想不到 有鱼有羊叫鱼羊鲜 它的名字叫鱼羊鲜 这道特色菜叫鱼羊鲜 果然是道硬菜 这菜名取得也巧啊 现在这个鱼肉也处理好了 羊肉也剁成泥了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这个鱼羊鲜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羊肉 放在这个鱼腹内 鱼肚子里 把羊肉泥放到鱼肚子里头 对对对 这个做法够新奇的 那放的还挺多呢 对对对 一定要添满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现在是明白 这道菜为什么叫鱼羊鲜了 把羊肉塞到鱼肚子后 谢师傅说 要把鱼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加入鸡汤里 炖至两个小时 就可以吃到鲜美的鱼羊鲜了 哎呦 这高汤 绝了 看着就鲜啊 因为北方人以羊为鲜 南方人以鳖为鲜 后来就有人把鳖和羊同征 鲜南北两鲜鱼一盘 经过不断的发展 形成了今天的鱼羊鲜 也被称作鱼腹藏羊 今天这道特色美食 也成为这里的招牌菜 等了这么半天 我们的鱼羊鲜可算是上桌了 不过现在隔着盖子 我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啊 还配了一大块锅巴呢 对 我觉得吃起来呢 是这个羊肉里面 好像加入了一些鱼肉的味道 但是鱼肉在外层呢 它本身的这个鱼肉的鲜美还在 谢大厨的话 是不是每天都要做这道菜 对对 每天这个做个十来份是很正常的 您是本地人吗 对对 我是本村人 是一直都在这村子里面 不过之前是在上海 现在家乡发展的也比较好 然后看其他跟我差不多的年纪里 都回来了 只好也回来看发展 因为离家近了 幸福感也很轻了 这道南北两仙的结合体鱼羊鲜 大家学会做了吗 我觉得不妨就趁着假期 都在家坐起来 没错 在家尝试一下 是的 王阳 咱们今天介绍的这几种不同地方的美味 都凸显出了各自的低域特色 这真是应了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确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 各地民宿和农家乐的星系 把当地美食推成了主角 通过各地的游客 把极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进行了有效的传播 这也是推广美丽乡村的一条最有效的途径 没错 那人们往往会因为一道美食而记住一个地方 比如说当你想到了小龙虾 就马上想到了虚鱼 那说到霸鱼就想到了山东沿海城市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那您家乡的美食是什么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明天还会推荐哪些美丽乡村呢 咱们明天继续我的美丽乡村的春游之旅 咱们明天见